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那德 听经最重要不是听再多 不是再多或者再 最主要的你能不能听懂 我所讲的佛法 只要你一句 两句三句五句 你就功德就不可思议了 如果今天我们每天听经 每天读经 每天念佛 但是对佛法的内容 不是真实意的去了解 就算你把全部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讲的经典 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佛法关键不再多 关键就是在经 经就是讲经济的意思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